我们台座的市民 他们分别属于新宗 是他们专持的同仁 以及他们的承包商 所以现在分中三个医院 在救治当中 现在的情况都有一点点严重 新宗本身体专持同仁的太太 她本身也是新宗的员工 她现在在里面 另外还有一位是承包商的太太 这个承包商的太太跟小谈 那都是这次的事件当中的受害的员工 所以我刚才有问他们慰问 那所以这些大概目前的状况 那详细的原因 那可能还要在了解当中 对这个施工的这个状况 我们看那个现场 它是应该会有相关的 包括瓦子的残留的这个部分 那施工的这个雇主 没有顾虑到这些部分 要用抽风机给它抽 甚至必要的话 需要用氧气的设施 就是让我们施工的劳工来做一个穿戴 那这些部分他们都没有带 所以违反了职安法的相关的规范 可以处罚3万到30万 那最主要我们也希望 这个未来的职工 我们这些劳工朋友们 赶快来康复